向台风链雨仍然集结在南海 采取西北或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动 未来几日会接近华南沿岸 链雨集结在东沙以南大约380公里 如了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缓慢移动 幻过南海的北部 未来几日会逐渐靠近华南沿岸 天文台说由于链雨移动缓慢 走势还有变数 日本讲今天星期的后期有狂风大雨 链雨进入南海之后 现在的移动较为缓慢 通常一个移动缓慢的移达气船 未来的走势其实会有些变数 但看来我们相信 它接下来会慢慢移向华南沿岸的地区 接下来受到东北国有风和链雨的共同影响之下 我们本港的风力会逐渐增强 接近周末的时间 和链雨相关的云雨带就会普遍影响着华南沿岸的地区 而我们的天气也会变差一点 接近周末时间就会有些大雨和有些狂风 对链雨的动向各地的天文台有不同的预测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 链雨会采取偏西的路线 大致是吹去澳门 台湾中央气象局就预测 链雨会吹向汕头 而日本和韩国的气象厅都估计 链雨会采取偏北的路径 离香港远一点 以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预测 链雨在星期六就会在汕尾的东面登陆 做梁 这个 冒 你 感谢观看